由之豐厚且香气思意 黑鱼季节来临 陶客们早就准备打饱口服 高经济价值与种黑鱼 面对旺季来临价格大崩盘 全台最大进货量的东湖渔港 从4月底价格将近千元 到现在26号创新 低价1公斤只要125元 东港黑鱼大丰收 渔民单日甚至创下 超过300位的大量收获 但是批发价格却直直落 爱吃鱼的民众知乎转到了 大碳美食啊 就是觉得这种东西 通常都是价格很高 变便宜了嘛 就是多吃一点 一公斤买13100块 相比现在的价钱 一斤两三百块 一公斤两三百块 你要差多少 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保持稳定的一个价格来讲的话 反而对我们生意来讲的话 反而是会可能比较有利吧 因为那个消费者会认为 说好像这种很见价的东西 然后让你餐厅卖高价的话 可能他没办法去接受 台湾鱼价格崩跌 希望只是短期现象 否则对渔民跟产业来说 都是一大打击 欢迎新闻领国